依我爱慕斯年是所有人知道的事 我跟在他身后毫无尊严 以为这样就能让他看见我 可结果 他在订婚宴上逃婚 让我成为所有人的笑话 后来 我替他拆穿骗局 几个月的冷静 让慕斯年抛下所有来大洋彼岸见我 我错愕地看着志在必得的他 又拉着霍兰的手 走到父母面前 向来桀骜的慕斯年脸上一片苍白 景欢 我还有机会吗 一定婚宴上 慕斯年当着所有人的面 跟许一欢跑了 台下的人议论纷纷 看着我的目光有带着细血 也有同情的 就在刚才 宴会上突然跑进了一个的女人 她用近乎控诉的目光 望着慕斯年 是我轻信了你 慕斯年 你就是个骗子 看到她的那一刻 我的心骤然间冷了下来 我知道她 许一欢 是慕斯年暗恋了许久的人 在许一欢出现后 慕斯年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 我的心阵阵发冷 许一欢说完 愤怒地转身跑开 台下的人纷纷张望 慕斯年松开我的手 就要追去 我下意识抓住她的手 恳求 思年 你不能走 她不耐烦地回头 俊美的脸上 神色冷立 一双锐利的眼睛 冷冷地盯着我 松手 我瞳孔阵战 缓缓松开她的手 你现在离开的话 我们怎么办 你要让我们两家 沦为笑话吗 慕斯年痴笑 冷眼盯着我 当初缠着我娶你的时候 你就该想到 会有今天 她说完 便直接转身 直奔许一欢而去 周围人看着我的目光 带着怜悯之色 我望着她 自始至终都没有回头的背影 心脏像是被冻结了一般 冷得可怕 心中的期盼也在此时化作了粉碎 订婚宴中途散了 我爸妈极为愤怒 慕肖泽 今天是你儿子和我女儿的订婚宴 结果你儿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抛下我的女儿 跟着别人跑了 这让我女儿颜面何存 慕叔叔苦着脸 他甘笑道 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 思念不可能不知道 他跑出去 肯定是有比较紧急的事情去处理 很快就会回来的 到时候 我肯定叫他 给你们个交代 我爸坐在沙发上一语不发 脸色也是极为难看 老墨 你儿子二十五该有了吧 怎么做事 还这么不稳重 这件事情 我真的很抱歉 我现在就联系他 老夫你们千万别生气 都是 从小一起长大的人了 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等他回来 我肯定狠狠教训他 在他们争吵的时候 我抬眸出声道 慕叔叔 订婚的事情就算了吧 慕叔叔瞬间站起身 面露怒涩 景欢 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这些年 你喜欢思念 我也是看在眼里的 你不能因为这件事情 就误会他 等思念回来 我肯定 让他给你的解释 不必了 我惨淡一笑 我喜欢他 可他不喜欢我 即使不想承认 可我无法再自欺欺人下去 他喜欢的是 出现在宴会上的那个女孩 许一欢 二慕叔叔 还想继续劝说我 我轻声道 没有爱情的婚姻 是不长久的 慕叔叔 你也知道不是吗 慕叔叔 是我爸的好朋友 慕叔叔和我爸妈三人 从小一起长大 慕叔叔当年喜欢我妈妈 只不过他家不同意 最终还是娶了别人 在生下慕斯年后 没过多久就离婚了 而我妈嫁给了我爸 即使如此 他们三人的关系 还是很好 慕叔叔 一直想让两家亲上家亲 希望我和慕斯年在一起 这些我都知道 我心里知道 其实慕斯年不喜欢我 可我还是无法放弃 我从小跟他身边 默默望着他 小时候 因为两家关系 所以我们 从小就比较亲密 他会在我受欺负的时候 挡在我的面前保护我 不知什么时候 每次大人 开我和他玩笑的时候 他神色极为厌烦 而我的心脏 却不受控制的 砰砰乱跳 当时的我十岁 直到他上高中后 他开始变得顽劣不堪 他跟人打架 受伤进了医院 我陪在他身边 他多次赶我走 后来赶不走我 就开始忽略我 也就是那时候 许一欢出现了 他坐在床边的时候 轻声细语地说着 一向对我不耐烦的穆斯年 却很认真地听他说话 我失魂落魄地出了病房 许一欢也走了出来 他笑容甜美 对我有好一笑 抱歉 我没想到 他会为了我去跟人打架 还真是有些意外呢 我默默陪着他身边 期待他有一天能接受我 可许一欢的出现 让我愈发清醒 多年来 他们始终没有在一起 我以为我还有机会 直到今日 我终于释怀了 曾经我真心 希望他能爱我 现在想来 却是令他越发地讨厌我了 其实我早该看开了 爱不是占有 我希望穆斯年能够幸福 穆叔叔闻言诗语 我温声道 感情这种事情 是不能勉强的 即使我和斯年 无法成为恋人 我也会把他 当成哥哥对待 您也永远是我的穆叔叔 他摇着头 眼眶发红 别说了 是斯年配不上你 哪有什么配不配得上的 只是我们没有缘分吧 穆斯年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了 我跟他说 订婚取消的事情 他脸上没有笑意 反而冷冷地盯着我 傅景欢 你到底想做什么 看着他的眼中 毫不掩饰对我的敌意 我唇角笑意散去 目光直视着他 穆斯年 你不用这么警惕 我什么也不会做 我不会再缠着你了 希望我们以后 能够和睦相处 说完这句话 我便想转身离开 转身的瞬间 他突然拉住我的手 将我抵在墙壁上 他眸光锐利 幽深的眸紧盯着我 哦 是吗 我可不信 你会这么好心 穆斯年薄唇贴近我的脸颊 我浑身紧绷 脸上阵阵发热 心脏不受控制的猛烈跳动着 即使已经想通 可我的反应 还是暴露了我喜欢他这个事实 他吃笑 俯身在我耳边道 是不是你将我和许一欢的事情告诉他们了 我猛地抬头 瞬间清醒过来 他神色猜疑地看着我 我扯了扯唇角 我不会这么无聊 我忍了忍 终究还是没能忍住 问出了口 这么多年了 穆斯年 我在你眼里 就是这样的人 穆斯年起身后退 他眼眸冷淡地望着我 你就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 而且也不是没做过 不是吗 我神色微正 一脸疑惑地看着他 三他在我耳边低语 我没想到 几年前的事情 他还能记到现在 甚至觉得 是我在背地里告状 我高三那年 穆斯年交了个女朋友 他们去酒吧喝酒 差点出事 他的女朋友打电话 让我过去接他 结果这件事情 却被穆叔叔知道了 未成年泡吧喝酒 加上交女朋友 因此 穆斯年被穆叔叔狠狠责罚了一顿 穆斯年本就讨厌我 因为这件事情 他觉得 是我向穆叔叔告状 于是更厌恶我了 想到那些事情 我心情便说不出的憋屈 我握紧拳头 心里有些生气 这件事 不是我做的 你为什么不信我 穆斯年冷笑 因为你很讨厌 他的话 让我心底阵阵发寒 想到他今天还丢下我一人在订婚宴上 让我在众人面前丢失脸面 心里更不是滋味 我深吸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让开 我要走了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 突然他低头拿起手机 不知看到了什么 面色和缓了下来 我趁他看手机的时候直接走了 心里有些怅然 不用看我也知道 发给他消息的人 肯定是许一欢 毕竟也只有许一欢 才会让他如此 从小到大 我的家人就告诉我 以后我会是穆斯年的妻子 所以我从小时候 就一直跟在他的身后 我不停思索他 为什么讨厌我的原因 我想不出 所以我就干脆变成他喜欢的样子 为了让他喜欢我 我喷他喜欢的香水 画着他喜欢的妆容 穆斯年唯有吃笑 不三不四 他讨厌起曾经喜欢的香水 当面嘲讽我 即使看上去再光鲜亮丽 那里还是品行败坏 只会跟风 上部的台面 那时候我明白了 他不喜欢我这个人 所以连带着讨厌我的一切 即使是他曾经喜欢过的事物 跟我沾上他也觉得讨厌 穆叔叔想要撮合我们 可殊不知 这样反而让穆斯年产生了逆反心理 他去酒吧 喝酒谈恋爱 抽烟打牌 肆意急了 回想起以前 暖黄的灯光落在他白皙俊美的脸上 他唇角勾着笑容 张扬耀眼的少年 一看到我就收了笑容 你来这里做什么 我展示微信上的消息给他看 穆叔叔说 让你回去 他眼眸冷力 伸手夺过我的手机 狠狠地摔在地上 傅景欢 你见不见啊 我垂眸沉默看着他 浑身克制不住的冲动 强自镇定道 是穆叔叔让我来叫你的 穆斯年阳唇冷笑 他叫你就听 那叫你去死 你是不是也去死 我抬眸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他指尖抬起我的下巴 似笑非笑地望着我 你不是说喜欢我吗 除非你肯跟他们一样 我就答应跟你交往约会 我顺着他的目光 看到那些衣着暴露的女生 愤怒的同时 心头感到阵阵痛迷 我捡起屏幕破碎的手机 眸光定定望着他 别再让穆叔叔操心了 伺回去的路上 我爸摇头轻叹 取消也好 思年的性格桀骜不驯 太过任性了 你跟他在一起 也只会受苦 桀骜不驯 我心中泛起苦涩 不由自嘲一笑 曾经我也是那么认为 直到我看到他在许一欢面前 那副忐忑拘谨的模样 即使被许一欢呵斥 他也依旧笑笑的 眼里心里都是许一欢一个人 当时我荒谬地认为 可以打动他 现在回想起来 只觉得自己傻得可怜 爸妈面色担忧地看着我 我弯眸笑道 放心 这次我是真的放下了 我将那些关于穆斯年的东西 都收了起来 收拾完 竟然有一大箱子 小时候 我妈给我们拍的幼儿园合照 以及长大后 少年酷帅的脸庞 她懒懒看过来的眼神 让我心脏砰砰直跳 我将那些合照都留着 将她单人照片都收拾掉 我不再关注穆斯年的事情 直到有一天 许一欢突然发来消息 听说你们取消订婚了 她这些天都陪着我 还为了我去比赛赛车 差点出意外了呢 似乎为了彰显穆斯年多么爱她 她发来视频 视频里是穆斯年与人飙车 车子险些掉下悬崖的画面 我沉默不语 将视频转发给了穆叔叔 许一欢发来语音 语气极为得意 你是不知道她在我面前有多听话 我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跟狗一样 许一欢 如果车子掉下去 她现在就已经死了 我曾经小心翼翼放在心上认真对待的人 如今被别人如此对待 即使已经释然了 我心里还是克制不住有些火大 许一欢 你真的喜欢她吗 喜欢 谁会喜欢她这种顽固子弟 我无法理解 既然你不喜欢她 那你为什么要跟她在一起 许一欢吃笑 拜托 也只有你把她当成宝 我怎么会喜欢这种任性大少爷 我跟她不过是玩玩而已 玩玩 我感到难以置信 你就不怕我将截图发给你穆斯年吗 许一欢笑笑 你发呀 就算她知道 也会爱我的 不信你试试 我将聊天记录 发给穆斯年 穆斯年打来电话 我听一欢说了 这些是你逼她发的 你仗着家是以为自己可以无法无天了是吗 我沉默了许久 很想问她 我在她心里 就是这样的人吗 可到最后 我还是没问出口 毕竟早就知道答案了不是吗 我沉默了许久 才发了一句话 穆斯年 别再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你要是出事了 穆叔叔会伤心的 穆斯年冷笑 用不着你来假惺惺 他发完这句话 彻底将我拉黑了 假惺惺 心里没有来感到阵阵疲惫 我不再理会她 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工作上 直到某天 我收到许一欢 加我微信的消息 无我原本是不想加的 许一欢却发来验证消息 许一欢道 给我三千万 我会离开穆斯年 让她跟你在一起 收到这条消息的时候 我大跌眼镜 没想到向来高傲的她 说出这番话 我并不理会 结果没几天 我离开公司的时候 就遇见了她 许一欢拧眉 目光上下打量着我 大小姐 三千万对你而言 只是区区一条项链而已 你不是最喜欢穆斯年吗 我把她让给你 你不应该欢天喜地地接受吗 毕竟你追了她那么多年 都没有追到手 为什么还要拒绝我 我目光直视着她 看到她眼中的贪婪之色 我心中有些好笑 她真是个矛盾的人 明明看不上有钱人 如今还能厚着脸皮 理直气壮地来跟我要钱 我是有钱 可我不是傻子 在看到她的时候 我就已经录音了 我点开播放 看着她的脸色渐渐黑沉 我忍不住笑了 勒索人可是犯罪行为 我已经录音了 看在你是穆斯年 喜欢的人份上 我可以选择不报警 但你日后再来骚扰我 那就不一定了 许易欢气的面色猙獰 咬牙切齿 下一秒 她扑了过来 我早有预料 往后退了一步 她扑了个空 恨恨地看着我 傅景欢 你是不是很得意 我告诉你 我会让你后悔的 我不知道 她对我哪来这么多的恨意 我垂眸 静默两秒 打电话报警了 我给过她机会的 可她不要 徐易欢看到我报警 神色慌了 神色强自镇定道 你敢报警 你以为你这样做穆斯年 就会相信你喜欢你吗 我忍不住笑了 如你所愿 警察问我情况 我将录音 以及证据 送到警察手里 从警察的口中得知 我不是第一个报警的人 徐易欢以各种借口 找身边的人借钱 甚至要钱 甚至去勾搭富豪 骗了人家几千万 她身上牵扯资金巨大 还牵扯到了人命 现在受害者家属 在拼命找她 所以 她躲着不敢见人 开始私底下 向身边的人借钱 她搞了这么多钱 就是想要偷渡出国 她藏得很好 警察找了她许久都没找到人 直到今天 才将人抓到 我没想到 穆叔叔和穆斯年都来了 她看到我面色极为冷淡 路过我的时候吃笑道 傅景欢 你又打算做什么 听到这句话 我很想一巴掌扇过去 可惜穆叔叔在旁边 我终是忍了下去 沉默不语 啪的一声 穆叔叔狠狠扇了穆斯年一巴掌 他气得呼吸急促 面色胀红 似有些喘不上气 你这小子 是要活生生地气死我 穆叔叔心脏不太好 穆斯年面露怒光 见此没了声 好一会才到 他不是这样的人 肯定是有人污蔑他 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 他的目光看向了我 我懒得搭理他 扶着穆叔叔在椅子上坐下 将情况说了出来 穆斯年想要说什么 动了动嘴唇 眼眸闪烁不定 却什么都没说 穆叔叔闻言 皱着眉头道 警察找我 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原来就在三天前 许一欢向穆叔叔 要了八千万 穆叔叔给了 原因是因为 许一欢答应 不会再纠缠穆斯年 许一欢诈骗的钱财金额 高达十亿 按照警察的话来说 如果不是他太过贪心 来勒索我 当天他就会偷渡出国 警察根本无法找到他 穆斯年听到这些的时候 脸色已然暗了下去 六不过好在人已经抓到了 我没再关注这件事情 直到我刷到他的视频 对面似乎是被害人的家属 哭得撕心裂肺 而路人都在用手上的东西 砸向许一欢 某天晚上穆叔叔发来消息 穆斯年又宿在酒吧了 他要我去劝穆斯年 我拒绝了 别说现在穆斯年不是我的未婚夫了 就算他是 我去了 他也不会听我的 穆叔叔的声音 却带着恳求 丫头 斯年只听得尽你的话 你去将他带回来好不好 曾经 我用自己的尊严和妥协 让穆斯年回来几次 这样的结果 在穆叔叔眼里 恰好成了穆斯年 听我话的证据 可我现在不想去找穆斯年 想起以前 穆斯年大概是真的讨厌我 每次我去叫他 他很喜欢哲乳我 在一群人面前 逼迫我喝下一大瓶酒 来让我退步 喝下肚的时候 胃部如火在烧 让我大吐特吐 他便在旁边欣赏着我出丑 最终吃笑地说了两个字 真脏 我心底对于去酒吧很抗拒的 却无法拒绝 毕竟穆叔叔对我很好 又与我的父母相交匪浅 想到这里 我的心情就万分复杂 最后只能披上外套去酒吧 穆斯年还是一如 既然身边跟着许多年轻男女 我一过去 周围便想起他们讨论的声音 傅景欢怎么又来了 他不是跟穆少爷取消婚约了吗 谁知道呢 说不定是以退为进 心中还有穆少爷也说不定 穆少爷 你说是不是 女人笑得一脸暧昧 穆斯年神色淡漠 没有回答 他抽着烟 眼前烟雾缭绕 模糊了他的五官 我忽略周围的声音 走到他的面前 穆斯年 回去吧 周围的人同时切了一声 我就知道 傅景欢没那么容易忘记穆少爷 哈哈 这局归我赢了 他们已经轻车熟路地开盘 呀 我是不是还爱着穆斯年 在很久之前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样子 不断开我玩笑 看似友好的语气 实则是在嘲讽我 而穆斯年 只是在一旁静静看着我 被他们各种调戏侮辱 这间酒吧 是穆斯年的好友开的 我第一次踏进这里的时候 才十八岁 几次过后 因为我劝说穆斯年 不要来这里 他们便也厌恶上我 这是成年人才会来的地方 苏小姐既然不喜欢这地方 还是回学校读你的书去吧 可我还是执着地 每次来叫穆斯年 那些人吃笑 你难道觉得 穆少爷会听你的话回去 你才多大 就整天拿着穆少爷的父亲 来威胁他 长大后可不得了 他们各种厌恶嘲讽我的时候 穆斯年就坐在沙发上 好整以暇地看着我 他唇角还带着笑容 我本就被那些人说得委屈 看着他这副样子 一下子就崩溃了 忍不住掉着眼泪 穆斯年的态度 让周围的人越发肆无忌惮 我听到有人在笑话我 不会吧 都这么大了 被人一说就哭 真是开不起玩笑 人家都哭得这么伤心了 穆少爷不知道哄哄 还真是不会怜香惜玉 当时穆斯年将我扯出了酒吧 他嗓音极为冷漠 傅景欢 你能不能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道 能不能不要跟那些人在一起了 穆叔叔说 你跟那些人学坏了 总是彻夜不归 穆叔叔希望我带你 穆斯年当即吃笑 他手指紧紧抓着我的手臂 面色冰冷道 你不会以为你真是我的未婚妻吧 他们喜欢你 我可不喜欢 我望着他正正落泪 穆斯年继续道 你知道你在他们眼中是什么吗 毫无羞耻心的人 正经女孩谁会像你这样 还是说你以为我父亲说 你的是我未来的妻子 你就真当自己能够管住我了 笑话赶紧给我滚 我轻笑出声 不伦不类 气我对上他们的视线 将他们的表情记在脑海里 最后将视线落在穆斯年身上 我与其平静道 我已经和穆家取消订婚了 如今穆斯年与我而言 相当于是我的哥哥 文言他们纷纷吃笑出声 小妹妹 这话说出来你信吗 穆斯年眼神微闪 隐蔽在黑暗中 只是稍稍看了眼 又迅速低垂眉眼 我扯唇淡淡一笑 如果连我本人说出来的话 你们都不信 那么刚才的赌局 你们是怎么玩的 那头沉默了一下 开始争论了起来 傅小姐说的挺有道理的 看来这局是我赢了 刚才喜笑颜开的人 面色顿时冷了下来 一个女生怒吼 你在说什么傻逼话 傅景欢喜欢穆少爷 这都多少年了 如果不是真心喜欢 他怎么会到这里来找穆少爷 爱不爱 这不都是显而易见的吗 这我可不管 如今傅景欢自己本人都说了 对穆少爷 已经不再是男女之情了 你要愿赌服输 双方开始争论不休 我看到他们之间 有人眼神怨恨地 朝我看了过来 来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有些忐忑的 不想见到穆斯年的同时 也是害怕再次看到 他会控制不住自己 可现在 我的内心一片平静 我知道自己是真的放下了 我轻声解释道 今天是穆叔叔叫我来找你的 我不好拒绝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了 说把我转身离开 突然耳边有风擦过 我听到身后穆斯年在叫我小心 我心中不解 抬眼看去 远处一个穿着暴露的女生 扔了一把剪刀过来 那一瞬间 我紧张到不敢呼吸 紧闭着眼睛 只来得及抬手去挡 我没有感到疼痛 周围的人 却纷纷惊叫了起来 我睁开眼 只见穆斯年挡在我的面前 他的额头满是鲜血 目光充满狠力地 盯着丢剪刀的那个女生 杀人未遂 你自己去警察局 还是我让人带你去 女生顿时慌道 我不去 都是你的错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血本无归 女生想逃跑 酒吧里来人 迅速将她控制住 我心中只觉得好笑 之前他们开盘的时候 这个女生压得最大 每次都拿我赚了不少钱 事后还不断嘲讽我 而这次 更是直接想要杀我 她距离我很近 如果不是穆斯年 挡在我面前的话 我说不定会被伤到眼睛 用心何其歹毒 让我心底发凉 穆斯年目光落在我身上 眼里情绪复杂 这次的事情 我会给你个交代 我望着她满脸的血 沉默不语 迅速拨打了120 却被她夺过手机挂断 低声道 这点伤口 还不需要救护车 我自己去医院 此言一出 周围迅速有人去开车 她的人开来车 望着她离去的背影 我突然释然了 当时面对那种情况 穆斯年大可以视若无睹 可她还是挡在我面前 想到当时的情况 我心里便感到有些后怕 原本觉得难以开口的话 都变得不算什么了 我轻声道 谢谢 她的脚步一顿 没有回头 而是大步离开了 巴这件事后 穆叔叔再也不敢叫我去了 我去医院看穆斯年的时候 看着她头上盖着被子 而穆叔叔脸上 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怒说着 看到我 她一下子制止了话 我轻声道 穆叔叔 穆哥哥的身体好些了吗 穆叔叔摇摇头 神色极为无奈 她的目光看着我的身后 在等待着什么 我轻声解释道 穆叔叔 我爸妈因为工作的事情 还在外地来不了 叫我来看看穆哥哥 穆叔叔闻言有些失望 他让我和穆斯年聊聊 便走了出去 我将买来的水果放到桌上 打开渔州的盒子 穆斯年闻到味道 一下子掀开被子 她此时的模样 没有当时可怖了 我垂眸将东西端到她面前 听说你还没有吃饭 我便带来了一些 你将就着吃吧 穆斯年尝了一口 神色失望地坐了回去 目光盯着我 不是你做的 文言我愣了一下 精神不由有些恍惚 曾经我是食指不沾 阳春水的大小姐 后来 因为穆斯年对饮食极为挑剔 我便去学了厨艺 当时被穆斯年嘲笑 你还会做饭 能吃吗 其实我已经试过了 可是面对他的时候 我心里还是感到忐忑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后来他还真喜欢上我做的饭 如今回想起来 已经过去很久了 我沉默片刻 将食盒拿了出来 倒在碗里放在他面前 他迅速吃完了 问我还有没有 我轻声解释道 没有了 他一下子吃光了 我们都沉默了许久 我率先开口打破平静 穆斯年 你不用再担心 我会纠缠你了 我很快就要 跟我爸妈去国外了 穆斯年神色微变 他的手指无意识抓紧了被子 为什么去国外 有些项目在国外 所以需要出国一段时间 穆斯年道 大概需要多久 我私存着 大概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趁着这个机会 去国外体验一番 也不错的 穆斯年的手一下子收紧 他望着我 忽然道 可以不去吗 我抬头感觉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你刚才在说什么 我没听清 穆斯年道 我问你什么时候去 刚才果然是我听错了 我说了时间 房间里又是一阵寂静无声 我看了下手机 收拾了下东西 我回去了 你好好休闲 在我拉开门的时候 穆斯年叫住我 我回头 只见他谋色复杂地看着我 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变了吗 文言我愣了一下 看着他眼中的忐忑 我摇摇头道 都已经过去了 说罢我不再看他 出了房间 曾经我多次质问他 百思不得其解 他却总是嘲弄地看着我 而如今 这个问题对我来说 已不再重要 我去机场的时候 穆叔叔和穆斯年来送我 他穿着黑色外套 即使没看他 我却能感受到他在看我 说实话 我没想到他会来送我 我开始管理着国外的事业 让我有些奇怪的是 我在国外的第三个月里 穆斯年多次打电话给我 却不说话 有一次我没忍住 直接问出了声 那头传来穆斯年的声音 他说 我们之间还有可能吗 我愣住了 那头重复地问了一遍 我轻声道 抱歉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那头穆斯年痴笑 你可以直接拒绝我 无需找这个劣质的借口 说吧他直接挂断了电话 我不有感到有些无言 久我没有说谎 就在上个月 我和霍兰交往了 他是我家公司的合作方 说起来 他的妈妈 还是我妈的闺蜜 一到国外 我就被我妈推着跟他学习 我对霍兰也有些好奇 他如今是霍家的掌权者 在商业上眼光毒辣 极为果断 人人称呼他为天才 也就是这么个人 在与我相处第二个月 对我展开追求 我向我妈寻求帮助 结果他不帮我 反而还不断给我和霍兰 创造独处的机会 我妈很看好霍兰 每次我被留下来 和他独处的时候 霍兰见此 忍不住爽朗一笑 看来丈母娘对我很满意 我就有些无语 还是有礼貌的拒绝 抱歉我现在专注视野 无心谈恋爱 我的意思表现得明明白白 他也不执着 跟我交往了 反而认真地教我 关于商业上的事情 他容貌帅气逼人 说话直白 看着很粗心 结果出乎意料得很细心 有次我来小日子 忘记带卫生巾了 当时痛得我支不起药 我不敢向人求助 毕竟周围都是陌生人 我还需要继续出席宴会 只能躲在厕所打电话 向他求助 结果 他连我来小日子的时间 都记住了 每当我要来的时候 他就会帮我准备红糖浆水 缓解了我的痛意 他不仅对商业上的事情 颇有了解 就连做饭都是信手拈来 简直完美到 不是人间所有的 不到一个月 我便已经有些 控制不住地喜欢上他了 比起穆斯年 面对霍兰 他根本不需要我做什么 我和他之间的相处 就是一起吃个饭 看电视 聊聊新闻以及项目 就像家人之间一样 却又和家人不太一样 我遇到什么问题 在我还没说的时候 他就帮我解决好 就连做饭 即使我没跟他说 他也十分熟悉我的口味 后来我听我妈说起才知道 他早已做好功课 找人了解了我的喜好 一瞬间 我五味杂陈 在经历过穆斯年后 我原本有些抵抗爱情 可是遇到他后 我才发现 曾经那算是什么爱情 只不过我的一厢情愿 霍兰这样的男人 让我怎么不动心 在第三个月里 我们就同居住在一起了 我对着电话发呆 突然身后男人 有力地手臂抱住的我 霍兰将头 靠在我的肩膀上 他低声询问 发生什么事了 看到他我眼眸 重新温柔了下来 我双手挂在他的脖梗上 仰头吻上他的唇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压了上来 神色带着隐忍地看着我 扮上 他埋头在我肩膀上 什么时候 才能丢个名分 他嗓音沙哑 带着隐忍和委屈 我莫名觉得好笑 偏头吻上他的唇 盯着他隐忍克制的脸 轻笑道 那我得先验验货 给不给验 他的眼中 被巨大的欣喜笼罩 不过开心几秒 他似乎又想到什么 时移了下来 只是亲吻我的额头 帮我盖上了被子 早点休息 我有些自我怀疑 是我的魅力不够大吗 为什么他一副 无动于衷的样子 时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脑袋 妈不让 等婚后再让你验货 我听了他的话 心中莫名想笑 翻身坐在他的身上 语气骄横道 如果我非要焰火 你听我的 还是要听我妈的 此话落后 我和他的位置 被颠倒了过来 我听到 他低牙嗓音 当然是听老婆的 天大地大 老婆最大 我听得脸上发热 耳朵一阵滚烫 他突然如狼似虎地 扑了上来 咬着我的耳朵 抓住我的手 从他的胸膛上 不断往下移 我感到脸颊都要烧起来了 他在我耳边低语道 还满意吗 隔日我醒来的时候 全身腰酸被痛 霍兰细心地给我按摩 不过没意会 我妈便发来消息 慕斯年正在我妈那里 一瞬间 我头都大了 霍兰道 出什么事了 怎么这副表情 我把消息打开 又将我与慕斯年之间的事情 简单地交代了一下 我说的时候 心里原本有些忐忑 却见他笑着握住我的手 别担心 我会陪你一起去 抵达家里的时候 我爸正在客厅招待慕斯年 我出现的那一刻 他的眼眸一下子亮了起来 目光灼灼地盯着我 当然 在触及到我牵着霍兰的手的时候 他的脸色一下变了 我和霍兰这样出现在他面前 即使不用说 他也该懂啊 我爸叫我们过去坐下 我微笑着叫了声慕叔叔 慕叔叔笑着说好 只是在看见我身边的霍兰时 轻轻叹了口气 神情有些遗憾 慕斯年目光直直地盯着我身边的霍兰 傅叔叔 这位是 我爸多看了我们几眼 笑着道 哦 忘记介绍了 这是霍兰 景欢的男朋友 一瞬间 慕斯年的脸色苍白 他呆滞地望着我 我爸和慕叔叔之间 有话要谈 没一会 我们三人便出去了 慕斯年喊住了我 目光带着敌意地望着霍兰 我有话 要和景欢说 你恐怕不适合听 霍兰目光询问地看向我 我朝他点了点头 他看也不看慕斯年 将他忽视个彻底 神色从容淡定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我就在不远处等你 有事喊我 一瞬间 我复杂纠结的情绪 化为乌有 笑着回答 好 等他走远了 慕斯年惨然一笑 我是不是来晚了 我放松地 看着外面的景色 什么来晚了 我和你早在取消订婚的时候 就已经是属于过去了 不是吗 文言 他神色慌乱无措地抓住我的手 我皱眉挥开 尽量平静与他对视 慕斯年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慕斯年低头看着手 自嘲一笑 景欢 我知道是我清醒得太迟了 我听得皱眉 沉默不语 傅景欢 我后悔了 原谅我好不好 十一慕斯年的话 让我觉得有几分可笑 我轻声道 原谅 如今事情过去那么久了 你说的倒是轻松 慕斯年惨白着脸道 你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吗 我忍不住吃笑出声 站起身低头望着他道 没有机会了 慕斯年 我不会留在原地等你 我已经有我自己的幸福了 慕斯年嘴唇哆嗦道 傅景欢 跟他分手 我吃笑 我向你发誓 我再也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以后 我会和那些人划清界限 我摇摇头 傅斯年 成熟一点吧 别纠结过去了 说起来 我也该感谢你 幸好你当时取消订婚 才让我和霍兰相遇 文言他精神恍惚地看着我 眼泪从他眼眶流了出来 他正正地望着我 一遍遍遍喊着我的名字 景欢 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的能狠心割舍吗 他语气带着哀求 可我心里早已没有任何波澜 他起身还想来抓住我 霍兰微笑地抓住他的手臂 穆先生 傅锦欢是我的女朋友 还请你自重 一瞬间 穆斯年握紧了拳头打了过来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 不需要你插手 我没想 穆斯年会有这样的举动 一时间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好在霍兰反应急时 很快就钳制住了他 我连忙叫来穆叔叔 穆叔叔一巴掌 直接将人穆斯年煽醒 他不断地咳嗽着 恨铁不成钢道 你是要把我活活气死吗 事后 穆叔叔带着穆斯年离开 我才知道穆叔叔生病了 生的什么病 严重吗 我爸摇摇头 在国外有治愈的可能 只是他放心不下国内的产业 也放心不下思念 我已经去找国外有名的医生了 老天保佑 希望你穆叔叔 能够平安无事 一时间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爸爸让我暂时不要告诉穆斯年 穆叔叔担心他伤心 可我想了许久 还是没能守住这个秘密 很久 那头对我说了声谢谢 我不知道 他那边是怎么想的 没过多久 我就听到我爸说 穆叔叔将公司交给了穆斯年打理 如今来到国外 被我爸妈留在这里 穆家企业蒸蒸日上 穆叔叔的病也好转了 我和霍兰结婚当日 穆斯年并没有来 他只是托穆叔叔送来一条项链 与此同时 还有一张纸条 如果有一天 你后悔了 我会一直在 我眸色柔和 将纸条扔进垃圾桶里 转身吻上霍兰的薄唇 握紧他的手 轻声道 我们会一辈子幸福的 对吗 霍兰笑了 当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